最后我要多了一个 因为云端上刚好我之前好像做过一个 五列五蓝 五列 五蓝 涂颜色的话 像这样 这怎么做出来的 想想看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当他 应该是 I跟J 减一之后 对不对 如果能够 应该是两个条件 I或者 偶尔 或 对不对 I或者J 他 减一之后 等于五 等于五就可以了 那中间是偶尔 不用end 一定是偶尔 那就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的话 就变成 黄色的底色 所以这个程式 答案我们来看一下 最好自己实作看 实作出来的结果 会比较印象深刻 所以 等于六 当然你或者是 I 减一等于五 也可以 或者等于六 或者J 等于六 那如果这样叙述你不太清楚 那如果这样叙述你不太清楚 因为减一之后 等于什么 等于五 这样应该会 比较符合那个我们原来 的 的 的那个 思路 OK 这样也可以 中间加一个偶尔 好 那加个底色就好了 赤的颜色我没变 好 所以英特劳卡了这个用的机会还蛮大 所以尽量 当然你可以把它 能记的话就尽量记 OK 再来的话呢 对角线 清除格式 你会想说清除格式怎么清除 按下去 全部清掉了 其实因为我这个底下有底色 可是 你不能把它清 清掉 那我们直接是说 把底色 全部拿掉 不对 因为我这边有个底色 所以我的清除格式 实际上是怎么样 把我的英特劳卡了 改成 我原来的底色 我的原来底色什么颜色呢 如果你不知道 没关系 常用 点一下 然后呢 去看一下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 因为你油标停在这边 接下来 你如果要反查的话很简单 点他 到这个油漆桶 到其他色彩 再到制定里面 看一下这个数字 你就把这个数字 加到英特劳卡了里面 他的颜色就恢复成 跟这个颜色一样 所以是二三五 二四一 二二二 当然我的是这个啦 可是你们的不见得 一样 所以你就要反查 然后会个清除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清除掉 所以我把这个 英特劳卡了加上去 然后呢 我的风 卡了 等于黑色 所以RGB 的话呢 就零零零 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你不要说 我在很多书里面是 看到是用什么 Index 卡的 Index 等于 XlNum 如果你是这样写 比如说我这边 加入 一般的书里面是介绍 说把它改成 没有颜色的话 当然 没有颜色是全部 没有啦 那全部没有的话 写 不是这样写 但是做出来 应该是不对的 就是在这边加个index 如果你要把颜色拿掉的话 加ColorIndex 等于什么 等于XlNum XlNum Num的话就没有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 Color的颜色拿掉 但是不对 这个这个如果做出来的话 就把这两行给注解掉 记得是ColorIndex ColorIndex 等于没有 这样的话 把它执行 不过执行过会怎么样 它会变成这样子 把原来该有的颜色 也通通拿掉 原始的颜色 那变成我有的底色 就没有出现了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是 清楚颜色是没错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 我要是什么 帮我把原来的 我要的颜色加上去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是上面 这两行给各位参考 如果将来你需要 清除颜色的话 不管什么颜色 清掉都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最后 还有一个 对角线 对角线 对角线的话呢 应该怎么 其实 这边可以给各位 当成 这个 一个 一个练习题 你可以去观察 到底 I跟 J有什么 关联性 应该是这样的 跑歪了 然后 然后 这边 其实你只要知道 关联性 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最后按下去的话 对角线就会帮你 涂颜色了 这个 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那因为是其中一个逻辑 只要其中一个逻辑出现的话 就 就会 填颜色 所以 基本上就是偶尔 那他的逻辑啊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对角线 I跟J 基本上是什么 相等的情况 那这个是 I 加J 等于 10 不过记得啊 这个应该是 I -1 J-1 之后 I -1 加J-1 之后 等于10 好 你就给他一个 Color 就OK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这个可以做出很多变化 有没有 这个逻辑是 I等于J 或者是 I-1 加上 J-1 等于10 OK就完成 这也只是一个变化题啦 那主要 就是说 一般性的 你工作上会使用到 不外乎就是回圈范围 不外乎就是逻辑判断 好 不外乎就是做一些格式设定 那除了说 底色 或者是字形 还有包括今天我们有教过框线颜色 你也可以加上去啦 如果你要再做一些变化 其实 应该已经足够了啦 如果你要再做 这么多 反而最后 也不要把程式写得太复杂 不然最后自己写什么也搞不清楚 好 那 因为 这个绝对码表为什么会先讲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概念 你后面这个定存的范例 可能会做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定存的范例做出 定存有 绝对码有概念之后的话 基本上你这个定存 应该 一下就可以做出来了 还有利用公式 利用FV的函数 再利用VBA 那VBA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按一下计算 他可以帮我计算出来 并且跳出 请输入存款金额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存款金额 他会帮我把这个存款金额 放到这个存款金额 再帮我做计算 有吧 好那计算的方法当然可以用函数 可以清除 另外的话 最后可能会多一个变化是利率可以变动 比如现在是2% 最大 最大 那这边可以 输入最大利率 应该是 输入最高利率 大概3%好了 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呢 帮我把旧的利率删掉 自动产生到 3% 有没有 OK 然后年的话呢 也是一样现在10年 请输入那个 应该是最高年限 比如说 8年好了 也是要把旧的删掉 帮我加新的 最后再按一下计算 然后也是要输入一个金额 自动帮我算出来 这个是VBA部分 所以这个应该今天时间关系 大概先 讲到这边好了 那其他的话 各位有时间可以先了解一下 这个定存这个范例 基本上 这个公式的话 你因为你存50万 放在银行 一年之后 你是 这个利息 放一年 所以 结果 怎么计算 我想这个 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 画面先放给各位 那99成法表部分 有几个 衍生性的题目 那也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 主要让各位了解逻辑 能够被 三整 列能够被三整除的 跟99成法表 五栏五列 还有对角线 另外还有清除格式 好